好,一開閘的時候 前面快點的馬見到外面有福祉 中間萬事街就在前面走 在中間位置還有軍事行動內檔 就是白衣紅毛,就是天狗 在內蘭搶了上來就是黃龍戰區 後面就是非銀動力村河勁區 就是走中間的位置 在後面黑衣帶了白鼻窟滿地堡 後面的馬拉尾四就是小橋流水 暫時殿後幾匹就是經典王牌軍事攻略 以及包了最後是戶外名區 向著這個就是一千米的斷柱進發 前面萬事街就是鐵欄放頭 第二位就是軍事行動 在後面內蘭第三黃龍戰區天狗咬住第四 在後面的馬外擋王三就是福祉 內蘭大約在第六位就是灰馬 有非銀動力 在後面的馬在川河徑區就是王三 後面有滿地堡小橋流水經典王牌尾以軍事攻略 暫時殿號仍然還是戶外名區 看回前面的馬 差不多轉彎入直路 前面萬事街還是佔先一角新位 首先進來的 軍事行動就在第二位 內蘭第三就是黃龍戰區 外面就是福祉 中間就是紅帽仔白衣 就是天狗等著 涉內蘭上來有非銀動力 外擋打中風的馬有川河徑區和小橋流水 再外面就是軍事攻略 入到最後二百多米 天狗先讓兩部出來 看見外面蓋上來追他 還有小橋流水 涉內就是非銀動力 大外擋還做軍事攻略 最後一百米 天狗已經突圍出 外面一直蠶食上來 有軍事攻略 一路中間上來 還有滿地堡 外擋戶外名區 過了第一名天狗贏 第二名軍事攻略 第三名要拍照 有非銀動力 滿地堡和戶外名區 三日馬是很接近的 結果天狗全程咬住好位 我也覺得他 是否早了出來 但是早了出來一件事 一樣可以頂到尾 難怪真的成為1.6倍的大熱門 千六贏 軍事攻略第二 滿地堡和戶外名區 影響單第三 沒問題 天狗 兩個225 三位 城裡小翔 津克 輕時 一些人 尾達 6!7恥 突圍 不會有理由 地園 Calendar 能違 steril 他三檔起步捉住 都預計捕捉不會太快 他真是連全明拔 為何這場會這樣跑 他常常都放在前面軍足走 他拼命捉住 因為他天狗更快 他在前面也馬上來了 接著還愈猶愈出 這裏很容易碟 不過一、兩、兩、三檔 在三檔這樣跑了一場馬 叫做冠軍騎士 好,看前面萬事街放了前面 連那些王爐戰區都比他快 軍事行動 這裏都上來跟著 這次不想後 天狗已經跟著在第四、五位之間 人家這裏真是食屋位 賣爛的非銀動力 開變的福智走三檔 減然之後去到第七位 才見到偉大的川河景區 現在開始走三檔 滿地堡就放到二檔的位 跟著小橋流水 軍事攻略在後面 包括戶外名區 都追很多 這裏都已經 沒辦法在那位 村河景區都 你看看跟著直路 直路點擊都沒有什麼關係 你這裏被人嗨嗨又 窄窄 天狗的位置很漂亮 入到直路都望空 就已經 先彈掉了 等你追了 一對包尾的軍事攻略 戶外名區追很多 小橋流水衝衝下 好像又不是衝下去很多 那樣的東西 都沒有了 寬鬥了 我可以讓你來 我們都沒有了